接下来我给大家送上电影苏钱的片场探秘 在片中赵文卓扮演的苏灿 曾经与大反派进行了一场生死对决 地点就选在气势磅礴的黄河虎口瀑布 当初拍摄这场戏的时候 赵文卓身力险进 真的可以说是命悬一线 在虎口瀑布 黄河之水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一泻千里 而剧组前去拍摄的时间 恰恰是一年中 这里水量最充沛 水景最壮观的几天 工作人员耗时三个月搭建的平台下方 便是万马奔腾的黄河 很多人都不敢站在边上 地势虽然凶险 扮演苏灿的赵文卓 却顾不上害怕 拍摄这场苏灿与片中反派对决的重场戏 赵文卓和安志杰早早就拉开阵势开打 安志杰半眼的猿猿 冷酷凶残 仗着自己身上的铁盔甲 刀枪不入 更是飞扬跋扈 朝朝阴险 打斗起来苏灿一度 落了下风 最后苏灿被逼上一根绣烂的栏杆 深夏便是咆哮翻涌的河水 烧油闪失便万劫不复 拍这场戏赵文卓的安全 就靠背上细细的威亚钢丝来保障了 对身处陷进了他来说 平稳的心态十分重要 几番调食之后 赵文卓终于沉下心来 站稳了脚跟 在这场对决中 苏灿使劲浑身卸数 无等最后也没能绝地反击 反而被踹下平台 当天扮演苏灿爱妻 原鹰的周迅也来到了现场 从场景来看 似乎在拍摄一场跳河的戏 难道原鹰眼睁睁地看着丈夫 被打落水中 悲吞之下 也跟着跳河致近了吗 如果原鹰果真如我们想象这样 那就太可惜了 因为苏灿并没有在黄河里淹死 他依靠轻功绝处逢生 但是苏灿还能再见到妻子吗 这对夫妻的命运让人牵挂 我们今后将继续带来 苏琪儿片场揭秘 敬请期待